6名大马人 包括一名本地女艺人 因为在泰国拥堵落网 她们明天将会被带到泰国逃工府法庭申请延扣 以便让当地的警方能够深入调查案件 引起两国人民的高度关注 而杰兰丹总警长拿督莫奥默尤索夫 昨天证实 嫌犯被指在泰国双西戈勒镇附近一间酒店内 藏有大约6000粒马丸 结果在刚过去星期五 清晨6点遭到警方逮捕 这6人的年龄介于25岁到34岁 根据了解 其中4人是从吉兰丹兰斗班让关税及检疫中心入境泰国 另外2人则是通过不法渠道入境 本集结束 代表 写起来